郑,知道了柯文哲赌大的。 北市一战能拿五成选票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 年底的选战进入倒数阶段,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究竟有没有连任成功,更是备受外界关注。 对此,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三例政论节目证,知道了中表示。 柯文哲在这次选战中自己想要赌大的,若年底选战顺利将蓝绿两党打败,势必将成为全台湾最大委,直言他这个整个布局,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节目中表示,目前有将近四成的选民是还没有决定要将选票投给谁,然而,在这样的结构之下。 有积极表态的就是年轻人支持柯文哲,但这群人到后面究竟会不会投票还不确定,另外,还有尚未表态的选民则有两种心情,第一是恨铁不成钢,另外一种则希望姚文智能拿出一点本事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认为,目前柯文哲的表态率是紧绷的,反观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是缩在那边还尚未表态。 另外,郑鸿怡在节目中提及, 针对外界有传言指出,之后会将姚文智换掉,对此,徐嘉兴认为,这个是有人故意操作,坦言谁会得利最大,你就可以去想了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年底的选战进入倒数阶段,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究竟有没有连任成功,更是备受外界关注。 对此,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三立政论节目证,知道了,中表示。 柯文哲在这次选战中自己想要赌大的,若年底选战顺利将蓝绿两党打败,势必将成为全台湾最大尾,直言他这个整个布局,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节目中表示,目前有将近四成的选民是还没有决定要将选票投给谁,然而,在这样的结构之下。 有积极表态的就是年轻人支持柯文哲,但这群人到后面究竟会不会投票还不确定,另外,还有尚未表态的选民则有两种心情,第一是恨铁不成钢,另外一种则希望姚文智能拿出一点本事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认为,目前柯文哲的表态率是紧绷的,反观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是缩在那边还尚未表态。 另外,郑鸿怡在节目中提及, 针对外界有传言指出,之后会将姚文智换掉,对此,徐嘉兴认为,这个是有人故意操作,坦言谁会得力最大,你就可以去想了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年底的选战进入倒数阶段,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究竟有没有连任成功,更是备受外界关注。 对此,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三立政论节目证,知道了中表示, 柯文哲在这次选战中自己想要赌大的,若年底选战顺利将蓝绿两党打败,势必将成为全台湾最大尾,直言他这个整个布局,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节目中表示,目前有将近四成的选民是还没有决定要将选票投给谁,然而,在这样的结构之下。 有积极表态的就是年轻人支持柯文哲,但这群人到后面究竟会不会投票还不确定,另外,还有尚未表态的选民则有两种心情,第一是恨铁不成钢,另外一种则希望姚文智能拿出一点本事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认为,目前柯文哲的表态率是紧绷的,反观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是缩在那边还尚未表态。 另外,郑鸿怡在节目中提及, 针对外界有传言指出,之后会将姚文智换掉,对此,徐嘉兴认为,这个是有人故意操作,坦言谁会得利最大,你就可以去想了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年底的选战进入倒数阶段,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究竟有没有连任成功,更是备受外界关注。 对此,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三立政论节目证,知道了,中表示。 柯文哲在这次选战中自己想要赌大的,若年底选战顺利将蓝绿两党打败,势必将成为全台湾最大委,直言他这个整个布局,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节目中表示,目前有将近四成的选民是还没有决定要将选票投给谁,然而,在这样的结构之下。 有积极表态的就是年轻人支持柯文哲,但这群人到后面究竟会不会投票还不确定,另外,还有尚未表态的选民则有两种心情,第一是恨铁不成钢,另外一种则希望姚文智能拿出一点本事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认为,目前柯文哲的表态率是紧绷的,反观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是缩在那边还尚未表态。 另外,郑鸿怡在节目中提及, 针对外界有传言指出,之后会将姚文智换掉,对此,徐嘉兴认为,这个是有人故意操作,坦言谁会得利最大,你就可以去想了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年底的选战进入倒数阶段,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究竟有没有连任成功,更是备受外界关注。 对此,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三立政论节目证,知道了中表示, 柯文哲在这次选战中自己想要赌大的,若年底选战顺利将蓝绿两党打败,势必将成为全台湾最大委,直言他这个整个布局,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在节目中表示,目前有将近四成的选民是还没有决定要将选票投给谁,然而,在这样的结构之下。 有积极表态的就是年轻人支持柯文哲,但这群人到后面究竟会不会投票还不确定,另外,还有尚未表态的选民则有两种心情,第一是恨铁不成钢,另外一种则期望姚文智能拿出一点本事。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兴认为,目前柯文哲的表态率是紧绷的,反观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是缩在那边还尚未表态。 另外,郑弘怡在节目中提及, 针对外界有传言指出,之后会将姚文智换掉,对此,徐嘉兴认为,这个是有人故意操作,坦言谁会得利最大,你就可以去想了。